三国时期有很多实力非凡的大将 但由于都是权力的工具 很多人没有得到好下场 比如勤勤恳恳跟了刘备几十年的赵云 不顾性命都要冲入敌方势力范围 救出刘备的儿子 但赵云除了有个五虎上将的头衔 其他什么都没有 还有张飞自始至终 他都只能算是刘备身边的一个保镖 那时有许多大将死的冤枉且可惜 比如张和 后人大多猜测是司马懿为了权力 故意让他去送死 还有魏延因与杨夷不合 在蜀国北伐撤军后 被马超后人马带追杀 手机献给了杨夷 然而这些人的死都不如另外一个大将冤 此人的武力职 连官与见了都要甘拜下风 纵官三国各猛将 大约只有吕布才能降助他 这个人就是高顺 武力超凡 忠心不二史料记载 高顺是个非常有自制力的人 他不喜饮酒 自我要求严格 他带领的军队各个都是沙场精英 高顺是吕布麾下的中狼将 曾为吕布平定好蒙的叛乱 且多次向吕布进中言 吕布也不是不明白高顺的忠心 但有时中言实在逆耳 吕布不是每次都能听进去 张辽跟随吕布时 高顺与他一起大破夏侯淳和刘备 战场上需要冲锋陷阵之时 绝对是高顺的部队冲在最前头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攻破敌方阵营 196年 吕布攻打下批 刘备无奈投降 吕布任刘备在配线助手 这里就有高顺的功劳 当时好蒙在袁树的怂恿 下决定背叛吕布 便率不趁夜偷袭夏批 吕布来到高顺营地时 高顺问吕布反叛的人有什么特征 吕布说听口音是何内人 高顺当即便猜到是好蒙 于是高顺一刻没当务带军到夏批 天亮之前就打了胜仗 等天全亮时 他已经带着好蒙的手机 回到营地向吕布交差了 可惜因为高顺的某些劝告 让吕布听着很不舒服 他便渐渐疏远了高顺 还免了他的军权 到需要打仗的时候 再将权力和部队交还给高顺 这种做法换谁都会寒心 但高顺从来不抱怨 198年 吕布又依附袁树 刘备趁吕布去河北买马的时候 趁机包抄 高顺和张辽一起攻打配线 打得刘备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向曹操求救 高顺与张辽破城 抓了刘备的妻儿 刘备连忙投奔曹操去了 不肯降曹而死 见刘备落魄来相求 曹操非常高兴 认为这是个除掉吕布的好机会 稍微做了下准备 曹操便带领刘备和关羽 张飞 亲率大军包围了下批 吕布手下有个谋士叫成功 他建议吕布去城外截断曹军的良道 他与高顺留在城中镇守 内外夹击破曹军 可关键时刻 吕布的夫人突然说了一句 高顺与成功不合已久 倘若留他二人在城里 他们叛便怎么办 将军一出城 便等于拱手让出下批 吕布一听马上犹豫了 结果曹操大破下批 而真正叛便的不是高顺 也不是成功 而是宋县 魏絮等人 他们将高顺 成功和吕布五花大榜 丢到曹操面前 吕布见挣扎无用 遂向曹操求饶 曹操好不容易打败了吕布 又岂能放虎归山 再说吕布连他成日挂在嘴边 叫得亲近无比的义父董卓都能杀 他能忠于谁 曹操毫不留情地斩了三人 还把他们首级挂在许多的城门上示众 出玩气之后 在假模假样的命人将其后葬 一代大将 就这么因主公听信妇人之言 错过良机战死 要说魏严被自己人杀死冤枉 高顺被吕夫人轻飘飘一句话 就葬送了性命 岂不是更冤 刘备带着关羽张飞 三人一同努力都不敌高顺 守不住配线 夏侯淳率兵来营救也没敌过高顺 却没想他死在一个女子随口的一句疑虑之下 吕不死后 张辽归降曹操 成为曹魏名将 他大破东湖乌环部 斩杀乌环缠鱼 拼定曹魏军中的谋反势力 是曹操的一颗定心丸 即使他抱恙 孙权都十分忌惮他 因为他带病上阵都能击败孙权手下的大将 张辽善于审时夺势 跟过好几任主子 每次都是主子死了后 及时改投下一任主子 所以他过得还不错 要是高顺当时也能归顺曹操 曹魏的历史肯定会被改写 可惜他太忠心了 在那种纷争不断的时期 如果只是给人打工 其实完全不用这么死心塌地 像张辽一样 做到本分 无愧于心就差不多了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